还有诈骗集团超绝 现在连扇心人士也差点受害 台东捐款切完的爱心菜犯 陈述局就接到了假社工人员 假检察官和假警察的 诈骗集团的电话 让他睡不着觉 幸好陈述局把事情的经过 跟监察院长王健身说 并且报警处理 才没有损失钱财 目前台东警方正全力侦办 这起诈骗案 爱心菜犯陈述局 可能是因为捐款助人发挥大爱 这样的好事传遍了全世界 不过却也成了 诈骗集团成片的目标 上一月 陈述局先是接到了 假冒社工员的电话 说他的名字被冒用 申请低收入户 过几天又有一位 假冒台北的检察官和警察 打电话给陈述局 说有20多个人 捐款到他银行的账户 被他领出来 要追钱查办 而且不能对外张扬 让陈述局头痛了好几天 睡不着觉 因为他不想被外界误会 最后他把事情经过 跟监察院长王建轩说 才知道是诈骗集团 行骗的手法 向台东警方报案 才没有上了诈骗集团的档 不过做爱心 却变成了诈骗集团 行骗的对象 实在令人觉得很可恶 目前台东警方正全力追查 这起诈骗案 并呼吁民众接到来路 不明的电话 千万要查证 查证 再查证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喂 喂 喂